柴油发电机 咱天涯岛上能通电 对 我能搞到柴油发电机 你能搞到买柴油发电机的路子 咱也没有钱 那玩意儿得多少钱 不得上万块 队里忙活一个余讯 按照公分 把钱给社员们一结算 最终连一千块也落不下 不用花钱 总之只要咱有柴油 那我接收一台 到时候我负责这台机器 给它提供数据 那你同学这个是靠谱 你确定他们能给咱一台发电机 我试试 一般没问题 这真的啊 行 那行了 王老师 你给咱队里立大功了 那柴油咱必须得买下 必须买下 我这个老顽固 早知道你能弄来柴油机 以前老徐给咱队上分柴油 我都要下多好 这件事我来跟徐经理沟通吧 发电机的来路咱俩知道就行 别往外宣传 好 坐下 都坐下喝水 站着干什么 要开批斗大会 一行人惊愕地看向他 王老师你使了什么神仙刚 让知书一下子高兴了 咋了 我高兴还不好 你想让我发火 王一把徐经理和王东喜叫出去 知书这边也妥协了 徐经理 我们先买下一千升的柴油 再攒点钱或者带点款买上一台油船 逐渐地去进步 先买下柴油 这你能做主 知书能做主 这是知书的意思 老王 那一千升柴油你要了 要咧 不光要这一千升 你以后有了给我们送 我们村里户多 一千升还不够呢 对徐经理来说 王向宏这确实算进步了 王老师真不会是大学生 他真能使神仙招 竟然让你这个老顽固 接受了先进理念 世界是发展的 进步是正确的 你不能再用老思想 老眼光去看待一见 不能再老是守着 这套一股思填词 那我砸了他们 徐叔你丑臭你 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徐叔你真行啊 给我打了一手好主攻 知书先别生气 你是误会徐叔意思了 徐叔意思是 你别老是自己守着这套词雕 你得把它们拿出去 这样 知书你把它们送我们学校吧 咱学校啥教训工具也没有 寒酸啊 行 你待会就拿学校去 王毅立马去收拾 让你拿你真拿 而且你这么着急干嘛 王毅以为余家的招待没别的 就是大锅蒸海鲜 结果并不是这样 这次的菜 并非在王向洪家灶台 做而是在刘红梅家里 他男人王翔雄回来了 亲自掌造来招待徐经理三人 吃完饭后 下午他们回去 王向洪性子急 决定当天就去把柴油领回来 但是王向洪喝多了 于是他让大胆陪王毅进城 姚当兵被灌醉了 王毅准备扶着他出门 结果他一直磨磨蹭蹭 其他人都走了 他们还在屋里 别喊 我故意跟你磨蹭 你干什么 王老师 你别叫 我想问你个事 你穿的是不是国外的牛仔服装 是 不是 我说你怎么回事 你不是喝醉了吗 想用黄酒灌翻我 哪有那么简单 王老师 你这是不是牛仔服装 这一定是 对不对 我在大西洋底来的人上看到过 麦克 舒巴博士 罗森船长他们都穿过 现在首都也有这样的衣服 还有庐山炼 王老师磨磨蹭蹭 就知道你想要干什么 别人不知道你酒量 我能不知道吗 刚才我一进门 你俩打量我是打量这身衣服 要不然我们还能打量你这个人 人有什么好看的 他后面这话是问潘景华 嗯 好看 这傻娘们 王老师 你有没有办法给我买一件 需要多少钱 多少布票 你说 你帮帮我行不行 这个衣服 可不便宜啊 我明白 我明白 我打听过了 这种牛仔服装全套 要50块和特殊布票 没事 我能承担得起 他的意思很明确 咱不差钱 只要能搞来这衣服就行 王毅不知道该怎么定价 他便含糊的说道 衣服倒是能给你搞到 但50块钱还有特殊布票 不够我可以给60块 至于特殊布票 咱这里没有 那我给你一套供应票 行不行 他掏出一个小册子 王毅一看这东西是全套的 虽然他不了解 后市的票证收藏有什么市场 但这种全套票证 应该能值钱 不是钱和票的事 主要是这东西难弄 不过我跟你摇采购员 很头脾气 以后说不准我们队里 还有事要你帮忙 这个没问题 没问题 以后要我帮忙 你随便说 那你跟我来吧 你去试试衣服合不合身 卧槽 王老师 你太够意思了 你要把你身上之身卖给我 你竟然不介意花钱买二手 我这套是旧衣服了 另外我还有一套新的 还没有穿呢 你去试试那一套 你这里还有一套吗 我离开首都的时候 我同学送给我两套 另一套没舍得穿 那有女士的吗 我一个男人 怎么会有女士衣服 潘景华顿时失望了 姚当兵才不顾及他的想法 快快快 快带我去看看那件衣服 这小子这么急的性子 怎么适合当财购员 父子接班制该被时代淘汰了 其他人都在门口说话 王毅随便找了个借口 说姚当兵喝醉了得 先去自己那里行行酒 否则睡着吹海风容易着凉 得让他行行酒 王毅扶着姚当兵上山 到了山上他立马来了精神 两人身材相仿 姚当兵穿上后也算合适 镜子呢 镜子呢 快让我看看我的样子 我这里没有镜子 你凑合着看看吧 我感觉还挺合适 确实合适 他带的钱不够 但王毅不着急 反正他们要一起去县里 我去找我领导借一下 你等等我 我这人不喜欢欠账 姚当兵很快回来了 你数一数 一共六十元 你是公销公司的人 我还能信不过你 好 王老师 你是个痛快人 拿走吧 钱货两清 他们下山 结酒结得挺快 我 我扔床 睡不着了 嗯 回去 没事 我没事 王老师 你可看好姚踩够员 海上危险 放心吧老王 我自己的兵物看着 公销公司是坐游船来的 随着发动机轰鸣 他们迅速进入海浮县 王老师 我刚有了这个宝贝 我得赶紧找我哥们伙计 去炫耀炫耀 他已经等不及了 说完话就跑了 潘景华领着他们 拿着批条准备领柴油 结果发货员说 今天领不了 要下班了 为人免服务的精神 王组长别急 你看天色不早了 你们回去对走夜路 把柴油送回岛上 好好好 那谢谢你呀潘同志 你可帮我们大忙了 王老师 我帮你们忙 你是不是也得帮我一个忙呢 你也想要一件牛仔服装 我也有钱 我也有票本 不过 不过 算了 贵点就贵点吧 这个简单 回头去地摊上给你整一套 六十块还有转头呢 行 我托我同学帮你弄一套 不过这个三五天可弄不来 这没事 你只要记着这回事就行 国家开放四年了 青年们的爱美天性 已经彻底解放 在车房 还是绝大多数人 渴望而不可及的时候 代表美和时髦的服装 是他们第一追求 双方告别 大胆领着王毅 去他的三姨家借宿 他的三姨在福海乡 和海福县的接壤部分 现在接壤的一部分 被城区化进去了 他们幸运地成为了城里人 你们歇歇脚 我给你们准备晚饭去 大宾 你来招待你表哥 跟你表哥多聊聊 再不好好念书考学 让你去你哥队里插队去 妈你真是老封建 现在早就没有插队的了 至今都回城了 可能是县城户口 也可能是念过书的缘故 他对大胆这个乡下哥哥 并没有多少尊重 哥 别抽你的烟锅了 抽我的 最便宜的大丰兽啊 连过绿嘴都没有能有啥好抽的 没进 王老师 给他开开眼 顺便也给我来一支 嘿嘿 王毅这次来县城 自然也是带着香烟 他是给供销公司供货员准备的 好 温同志抽我的吧 我这个烟不错 温斌拿到烟卷后愣住了 老弟 怎么样 认识这烟马